員警經過酒店門口 聞到空氣中飄散一股怪味 急忙掉頭 男子否認受毒 還把煙踢進水溝 往下看黑漆漆一片 似乎很篤定 警察撿不回來 先犯口氣越來越大聲 沒想到員警還真的蹲下去 掀開水溝蓋 跟店家借清掃工具 搬了半天 終於找到這根白色菸蒂 直接檢驗 證據擺在眼前 就是有毒品反應 凌晨四眼多 二十歲雛性男子跟朋友相約 台北市林森北路上的酒店 結束後站在路邊抽K煙 看到巡邏員警經過 趕快把煙隨手一丟 這個舉動反而引起警方注意 再加上氣味很重 全案以違反毒品條例 以送法辦 監管男子從頭到尾都否認 但員警非常確定是毒品 就算趴在地上摸黑 從水溝撈出煙地 也要將男子依法送辦 TVBS新聞講目於黃靜芬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